HELLO 各位這次是短短的分享的影片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東西呢 你們應該從標題已經看到了 那在開始之前呢 這東西畢竟是跟人家借得來的 我先感謝願意借我測試空拍機的廠商 因為空拍機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難讓人家外借的 這個東西一炸下去就是兩三萬就沒了 所以我先感謝 好 那這台空拍機呢 大概好像是今年年初左右的時候發布的吧 大概一二月的時候 雖然現在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可能甚至是已經接近四月了吧 不過我才總算能夠拿到這一台來做測試 我對這一台非常的期待 然後我實際上拿出去飛之後 我並沒有覺得很失望 我覺得很滿意 講那麼多我們先來看一下我那天帶出去飛的畫面吧 我現在人來到土城的成天寺附近的山道上 我覺得在成天寺裡面應該是不太適合測試空拍機的 所以我在附近的山道上找了個位置就停下來了 然後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今天帶Mavic Air出門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因為它的體積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是我平常 就是我帶出門現在有兩個包包 其中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比較小的 我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是全能工作包 那Mavic Air呢 我居然可以直接用這個就裝出來了 就是比如說這邊 我空拍機就直接放在這裡 就這樣 它就一台 直接可以放在裡面 當然我沒有帶充電器出門 不過我電池都充滿了 其實不需要帶 然後它的遙控呢 就在這裡 我基本上帶出來 只要這兩個小東西 然後又加上它的遙控 現在這邊的轉盤是可以轉下來的 所以這個搖桿是非常非常好帶出門的 所以我非常的震驚 我這樣輕輕鬆鬆就可以把它帶出來了 就像剛剛那些畫面呢 就是我上次帶出去飛的時候 測試拍出來的畫面 我這幾天用它的幾個感受上 一個一個的大概給你們講 有什麼感受 首先是 從它的攜帶來講 這一次的Mavic Air 真的是太好 太好帶出門了 還記得當初Mavic Pro 剛出來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覺得它很輕巧 然後很好帶的感覺 就是相較於它的另外一款 然後是PCP吧 Phantom 4 Pro那一台 對比起那台的話 真的是好帶很多 但是Mavic Pro其實還是不小台 你把它收起來之後 它的盒子大概這麼大吧 它的袋子大概這麼大 你只能裝機身跟遙控 電池是沒有辦法額外帶的 但是Mavic Air呢 它有一個官方的袋子 它官方的袋子就這麼大而已 這麼大你可以把全配裝進去 什麼是全配 你可以把機身本體 遙控器 兩顆電池 充電器 還有它的 我測試的時候 其實完全沒有裝上去過 我這個 就是防撞的那個 防撞的防護桿 你可以全部裝進去 就一個袋子 你就可以帶出門了 是全配喔 不是減配而已喔 所以它這次的體型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嬌小 E-Death Bark 它雖然強調是很小好帶 但是 它的翅膀並不能收起來 所以你整體要收納的盒子 還是非常大 然後我沒想到它出了這一台L 就完全改善了這個問題 它的遙控器長這個樣子 它雖然沒有之前Pro上面的那個儀表板 但是它的資訊其實你在手機畫面上可以看到 而且它這個 遙控器在Mavic Pro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惱 我會很不知道該怎麼帶它出去 就是因為它上面兩根搖桿 你知道 會很擔心把它壓壞或是幹嘛 但是這一次呢 它居然設計的是 可以把它轉下來 然後收在裡面 你帶出去的時候 其實遙控跟Mavic Air本體 其實已經差不多大了 所以我這兩個東西疊在一起 我了不起背包就佔了一個這樣子的空間而已 並沒有吃掉我太多有的沒有的空間 所以對於這一次的收納設計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滿意 然後收納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這邊 它的鏡頭蓋的部分 在Mavic Pro上面呢 它的鏡頭 雖然一樣是三軸 然後一樣是4K 但是非常非常的難收 你那個卡榫你永遠都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卡正確 而且它那個圓弧狀啊 其實我常常跟適量子借的那台Mavic Pro 它的那個卡榫已經斷過兩次了 可能要再買第三個蓋子 但是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它就是一體成型 非常好 它完全不突兀 你怎麼收完都不用擔心把它弄壞 而且它要拆非常的簡單 這樣就拆下來了 然後裡面就是三軸 那你要裝回去也是非常的簡單 從正面 然後再壓一下 完成 就這樣 真的是超級超級棒 這個是真的有在改進 真的有在進步的感覺 所以對關於收納性的部分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滿意 而且它相對 因為體積比較小 我記得官方有個數據說 它比Mavic Pro還要輕了幾%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沒有問題 我非常的喜歡 我這兩三次是非的感想 我一開始原本其實還蠻擔心的 因為它畢竟很小台很輕 所以我原本擔心說 它可能沒辦法像Mavic Pro這樣飛的就是很高啊 你想怎麼飛就怎麼飛 但其實並沒有 它還是 它的操作性我覺得跟Pro差不多 跟我飛起來的感覺差不多 我基本上沒有在用它裡面 其實它 其實DJI它有設計一些功能 就是比如說自動環繞旋轉啊 或是一些很炫炮的特效之類的 但我都沒用 因為我每次飛的時候 我就是很純粹的手動去拍 所以我想要拍得緊 它的操控性呢 我覺得跟我在用Mavic Pro的時候 一樣非常的好 而且它拍出來的畫面一樣 相當的穩定 因為在Spark上面 它只有兩軸穩定 但是在Air上面 它一樣是有三軸穩定的效果 然後它一樣可以拍4K 聽說它的畫面 它的傳輸率甚至會比Pro還要更好 有更清晰的畫面 但我在飛的時候 有另外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所在的地點的關係 就是當你怎樣飛得高一點 或是飛得遠一點之後呢 它的圖傳不穩定性 會非常的強烈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畫面好了 我那個時候在做兩個測試 第一個是我把它飛到190公尺 我設定190m這麼高 跟另外一個我盡量想要跑遠一點試試看 其實在圖中它的畫面 就已經開始非常不穩的 它甚至會有圖傳失敗的部分 就是整個畫面都是黑的 你只剩下左下角的Google Map 可以幫你控制空拍機回來 那我不曉得這是不是這一台的特性 或者是這個遙控器的特性 目前我直觀這樣直接拿起來使用的話 就是會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關於它的本體的設計方面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這次真的就是這麼小台 它跟Pro一樣是用摺疊式的翅膀 所以你把它打開 打開起來大概就變這個樣子 然後它前面呢 還直接在機身上就有這個可以摺起來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這次真的看起來非常的精緻 之前用Mavic Pro呢 它好像前面有感應器 下面也有感應器 可是它後面呢 是沒有感應器的 Mavic Pro好像是沒有後面這兩個感應器的 我再確認一下 那這個Air呢 有 而且你在飛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 你安心感會變強 因為你只要前面快撞到東西了 甚至是有時候我在拍一些畫面的時候 我需要讓它全服在空中 我拿攝影機在這邊拍的時候 它的遙控器會一直傳出警報 我離物體太近了 然後你真的靠它太近的時候呢 它還會自動就是偏離 它不要去撞你 劉沛他有拍一個Mavic Air的分享 他說這個是一個新技術 就是它在飛的時候 假如說你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在飛的時候呢 它感應到你在這裡的時候 它不會停下來 它可以這樣子 然後感應到你在這裡 然後它就自動這樣子推開 推過去 我想起來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已經收工了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再去測試這個東西 我覺得如果是... 這個功能有這麼實用的話 我覺得對於新手就是... 不習慣使用空拍機的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這樣至少你不會... 踩鋼飛出去 然後就撞得咪咪貓貓 好那最後呢 我再給它一點就是我自己的評價好了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就是我覺得應該現在大部分的YouTuber 可能比較適用這一台 我指的是... 有點像個人興趣 就是你不是這麼超級專業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Mavic Air是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其實... 我測試完之後 默默在想去那裡找它的分歧 看會比較便宜 因為我之前帶Mavic Pro的感受是 Mavic Pro雖然收起來很小台 但是我其實帶出門 還是沒有這麼的方便 但這個真的是方便到 它還有甚至另外一個收納殼 我直接丟在背包裡面 非常好帶出門 然後它飛的品質 其實不會比Pro差太多 當然我沒有去測試它風大... 風大雨大的時候啦 但這種天氣我也是不建議各位起飛太危險了 所以以攜帶性跟操作性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台 而且它上面一些太精巧的設計了 就是光是這個蓋子 這個改良 然後還有... 它這個遙控器這樣子好收 就是...對我這種... 我偶爾出去外面旅遊的時候 我想要拍一些漂亮的風景 然後我身上如果剛好有空拍機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棒很棒的選擇 那你們關於Mavic Air呢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在測試期限有遇到 或是我有什麼... 我還記得你們的問題答案是什麼的時候 我可以回答你們 好啦那影片結束之前呢 我還是要幫他們宣傳一下 就是不曉得看不看得到... 怪機師... 一般廠商是不太願意出借設備的啦 那感謝怪機師就非常大方 就跟他們說要借 他們就說好借我 那他們呢 好像還有比代理商還要用強大的技術資源 還有一些... 他們自己開發的周邊吧 我上次好像看到他們就是... 因為這上面的相機品質非常不錯嘛 他們好像在開發一些套件 可以把這個當作相機使用 我不確定啦 但是他們有開發說 非常多有趣的設備 然後... 除了空拍機之外 他們也有很多 就是關於三軸穩定器啊 或是相機的各種應用 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在下面的詳細連結 會放到他們的網址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因為我今天有看到他們粉絲團 在說這台有各種分歧方案 其實看了我... 很心動 那個... 手有點抖抖的 有點想聯絡一下 不然你們這分期賣我一台好了 好不好 那對我這種... 測試分享類型的影片 有任何意見的話 也歡迎告訴我 因為... 因為我很喜歡玩這些設備 所以... 如果你們希望怎麼樣分享 對你們來說更有幫助的話 也讓我知道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大家... 掰... 吧 場面 觀眾朋友 剛剛 fucking 我也沒想到